伴随着老三艾米丽的出声 五人坐的小轿车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家的需求了 因为一个车里面装不下三个宝宝安全座椅 我们一家五口出门要开两辆车 挺不方便的 所以呢 我们买新车啦 新车有七个座位 车内空间很大 宝宝们的安全座椅可以这样并排放着 后排到两个座位不用的时候放下去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后备箱的位置 座位上还有显示屏 宝宝们可以看会动画片免得旅途无聊 我们买的是二手车 2010版的福特燃油自动挡的 花了95000挪威克朗 折合成人民币是67000 你干嘛 我们要去哪里啊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开行车 全家出行 我们要带宝宝们去科技馆玩 今天的天气又是灰蒙蒙的 我们刚到 奥利就来敲我的车窗 催我快点出来 两个小家伙已经迫不及待了 小熊推着艾米丽来跟我们集合了 科技馆门口有一个撞动的水球 然后奥利和菲利帕就挪不动腿了 菲利帕是姐姐奥利的跟屁虫 她总是屁颠屁颠的跟在姐姐后面 然后跟着一起傻乐 小艾米丽完全不受姐姐们的影响 专心呼呼睡大觉 业务能力极强的小熊爸爸 赶紧给菲利帕换上了雨靴 给奥利换了一条干净的裤子 20分钟以后 我们终于进了科技馆的大门 开始玩第一个项目 要在规定时间内抓这些飘起来的球 放到墙上的洞里 奥利竟然一不小心玩了一个今日最佳 接下来我们来钓鱼 这个游戏看似简单 算是它科研尼的大脑专注力和手部的协调性 我试了一下 这些嘴巴一张一合 还转来转去的鱼 看得我眼花缭乱 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哇好棒啊 我们今天本来是打算带宝宝们来看恐龙展览的 但是来了之后发现今天的主题是海洋 宝宝们已经忘了恐龙这回事 两个人都玩得很开心 奥利像是一个小小探险家 什么都想尝试一下 而且她喜欢有挑战性的项目 是个动手能力很强 和不好动的小姑娘 奥利还是传说中的射牛 什么人都会打招呼 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会跟你尬聊 菲利帕娜跟姐姐的性格刚好相反 她像是一个小小观察家 会走来走去认真观察着身边的事物 平时不哭也不闹 喜欢安安静静的玩 菲利帕性格慢热 有点射恐 她会跟陌生人保持距离 一开始连奶奶都不让抱 一抱就哭 现在已经好多了 两个人的性格刚好互补 前段时间他们还会抢玩具 会吃醋 现在已经磨合了 可以和睦相处了 两个小姐姐都非常宠爱艾米丽 艾米丽还太小 还看不出她的性格 不知道长大以后 会更像射牛的大姐 还是射孔的二姐 三个小姐妹 可以在成长的道路上 互相陪伴 想想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有时候在想 为什么那么多人的童年 都是不快乐的呢 明明父母都想给自己孩子最好的 难道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吗 会选择回忆起小时候 那些痛苦伤心难过的经历 而那些温暖美好的瞬间 则会被慢慢遗忘 我们眼前看似开心的孩子们 他们真的开心吗 我的孩子们长大以后 会觉得童年是快乐的吗 这些问题只能留给时间来解答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给孩子们 创造一个安全稳定 温馨 有爱的家庭氛围 多给予他们关爱和支持 另外让孩子成为孩子 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想这样的童年应该是快乐的吧 希望所有宝宝们都能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的长大 今天先聊到这里 拜拜咯 拜拜 拜拜